我們講述Paddeling 很多時候大家會問我如何踩Paddeling 我今天想說的就是 用法 如何去用Paddeling 遲些再說 在什麼時候用 或者在歌曲中是如何用法 其實Paddeling 其實它的深度不是很多 但其實你要想一下 你要感覺一下可以踩到多盡 我通常會叫人們試試 例如你踩到盡 放上來是有多深 不然會叫你練習 即是做 踩到最底 即是踩到最底的一下 應該都放上來 但你真的在用Paddeling 是不會踩到最底 放上來 而且是不會發發聲 發發聲就是很吵 你不會影響 你不想影響了歌曲中 彈的效果 所以你要很順 其實你要聽到 我現在踩上去 因為它是沒有聲音的 這個就是我們是必須的 除非這個琴有問題 有時候你要聽音樂 為何要踩到聲音 這個不是彈琴有問題 多數是 就是那個琴 可能不夠滋滑 那個Paddeling的位置 好了 其實就是你不會踩到最盡 很多時候你踩到差不多 然後就夠了 然後就留在這裡 但我現在是有時候 會看到有人踩Paddeling 這樣 你會看到 那個腳欠缺 第一 腳欠缺一定是黏在地上 在用Paddeling的時候 你的腳底 即是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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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永遠都是黏在Paddeling上面 Paddeling上面 你不會這樣 你會發發聲 你不想這樣 要不要踩上去 然後放上來 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你的感覺 如果你看到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在用這個位置的部分 去踩 OK 所以多留意的是 小腿的前面 尤其是 那個感覺 你在用Paddeling的時候 練一下 還有可能是腳面 你看到 那個部份 是筋 肌肉 是在用的 這樣 好了 然後 你永遠都不會放到最上 是不是 你看到 沒有可能是這樣的 就算很慢 除非 你在用Paddeling的時候 你都會踩 差不多 踩到最底 也不會踩到最盡 因為你沒有了 放到最盡 其實沒有了 Vibration 沒有了 那些筋 就會跟 支持你用的 Paddeling的時候 聲音差太遠了 效果就不順 其實你永遠都想很順 除非你用完 那些筋 你這段不用用 那些筋 或者這段 後面的東西不用用 那你就放上去 這樣 我們可以用一半 的Paddel 或者是三分二的 這樣 踩到差不多 那些筋 我會叫大家練習一下 你當然要踩下去 現在你感覺到 踩到最底 是這樣的 那你試試踩 一半 或者試試踩三分二 這樣 差不多放到最盡 你就不放上去 這樣 將來 旅行 走 拿來 吃 照片 我們